那我已經幫你洗掉了 現在我現在去買了60多錢 你現在才來跟我討論 我現在幫你洗掉了 哇60多錢 你要這樣子去玩哦 我有打算把我車賣掉啊 這樣你把車賣掉你要加更加了可不可以 就把我車賣掉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 林東 OK啦 其實你們看到標題你們應該知道我今天要講說什麼東西好了 我 也失業了 然後講說我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所以我才逼不得已走上絕路 才去跟大好龍借錢來 所以誒 沒有啦 傻咩 我去跟大好龍借錢 我看你們是傻 你們有沒有被騙大好龍借錢 應該有哦 哈哈哈哈 我unlike嗎 你懂 騙人哦 哇 使命按留言亂屌 哈哈哈 講真的 我真的沒有去跟大好龍借錢 不過我所謂這個標題 講說我要跟大好龍借錢是什麼關係呢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咧 我就去買了 終於屬於我自己的一家CAM了 叮叮 因為我每次拍攝我都是跟Yuki啊 小白樣啊 小白樣他們直接CAM了嘛 所以講說 大不了自己買一家CAM了啦 OK 我有想到哦 我突然買了一個CAM 原本我只是單單要拍一個VLOG 但拍VLOG原來太單調咧 我突然想到一個idea 如果我騙Jasmine講說 然後欠下高利貸 那就是為了買這個CAM 還有買其他的那些CAM那些東西 我已經在電話已經safe了幾張照片了 我會讓他以為是我買的 所以我會跟他講說 可能在外面借了 只要多千三十千這樣子啦 然後看了反應會直接 講了不拍攝結果還是拍攝 又拍又上映 OK 這樣畫面轉到這個時候咧 你一定要好奇 我這個衣服 怎麼跟我上一部影片這樣下 他沒有換衣服是不是 不是 OK 其實我咧 也是在那一天的時候咧 去買相機 因為怎樣講咧 我們身為一個Youtuber 哪裡可以不會有扭機的相機咧 所以我們現在就on the way 去那個DICAM那邊啦 Let's go 哇 林董終於有CAM了 我終於要跟SteadyCAM做了 很感謝Youtuber在我上來到現在 拿我跟大耳朵借錢 快點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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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OK 掰掰 接下來買相機來找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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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啦 現在又買這個相機了 現在畫面就轉回到去 我去跟我女朋友坦白咖啥 我去跟阿隆寄了一个天文书 就不要买相机 还要买其他东西 然后看她的反应是怎样勒 GO 没影响一样 干嘛 来 动作 我当下给你讲 有事情 不是演演说 没有没有 就我当下给你讲的有点讨论 很紧张的演说就给我讲话 没有啦 就是 不是想 有点想吗 你很严肃一点 其实我 你搞不过我这一袋东西啦 我嘞 是买一台相机 然后 然后 多少钱 这个相机多少钱 就是不只买一架 可以这一架 这架多少钱 这架 2千多这样子哦 OK 然后我还有买多另外三架 所以买多三架勒 不是 不是这一种 是另外一种那种大型那一种的 那你要买到大型的勒 想到过拍的时候有闹到吗 可是你一个人勒 是啦 我过拍的时候会有闹到吗 OK 我给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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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 这是第一架 然后这个就是大架了咯 还有这个 这一架 什么样不理 这个价钱真高 我就看到他拍摄画质好嘛 可是你一个人都cover不到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要给你坦白讲一个东西咯 那你就 人家借钱 我是跟人家借钱没有错啦 没有 我是叫人吗 没有 我去跟 那种 你别笑我咧 借钱那种 公司借钱 你去一三天 其实中午你不要来跟我借咯 就是我借外也这样多 至少可以一点一点 因为我想到他们那边可以自己拿到钱嘛 就想自己买嘛 然后 然后 做什么事情 是有啦 因为其实坦白讲 这些已经是 一个礼拜了 我就以为那一个礼拜 我就可以 存到 收购钱 就把我错过钱还给他了嘛 嗯 可是没有想到 来不及 他们已经放了一戏了 现在 我借他们六十多钱 六十多钱 你还想去还 所以我就要跟你讲咯 你讨厌咯 你现在才来跟我讨论 管六十多钱 你要这样子去还咯 你来一件你来一件 你把我想的办法买 你可以帮我想的办法买 没有想想 我现在不在想咯 六十多钱 我有打算 把我的车卖掉啊 我那样车卖掉应该有差不多五十多钱 等下我车卖应该有够 我就想要给讨论资料 现在你做工想办 叫我搭车咯 现在你之前打拼下来的 就是为了买这辆车 结果你跟他卖掉 因为这几家厂子 你觉得划算吗 我那一桶 拖一辆他这样子 放我这样高的 这样高的利息 所以你不要我商量啊 我要跟你商量啊 可是 你一定过两票 买那么多钱嘛 所以 四十吗 你先相信更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你过来 你过来 对了 我真的很生气 你知道吗 不要生气 你一定过来一件 你笑什么 没有 你一定过来一件 我把车卖掉的话 你觉得OK吗 不OK 可是我觉得卖掉我的车 就可以关掉了 那是很辛苦 放下来的 我就想给商量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 你现在才要来找商量 我知道 我知道已经迟了 因为昨天不得空啊 可是你知道 我们这样子 像你把车卖掉 你要这样跟家人交代 如果你的家人问你的车询啊 你不可能跟人家讲 你不敢借你的朋友吗 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 可以把车输给来的 没有机会 再打拼几年 你再去买新的 就把屋子卖掉 好笑啊 现在跟你讲 很认真的 你笑什么 你不要 你不要买什么 我把 把屋子卖掉 你不要跟你讲认真的 你笑什么 不卖掉屋子啊 反正你都不给我 你都不给我卖掉之后 不然我讲话 这屋子是你婆婆妈妈的 你要讲 去卖 去卖掉屋子 你都不给我卖掉车 不是卖掉屋子啊 那你卖什么屋子 你要卖水的 你有屋子嘛 OK啦 我有办法解决了 我是想跟你商量 我要跟你讲 OK 你应该跟你讲认真的 我可以讲认真的 我去卖屋子 你笑什么 我很认真 什么 我卖屋子不给你 你笑什么 你先认真一点嘛 好啦 我认真啦 可是 你看啊 我卖屋子 你看那个计划 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计划的话 所谓 呃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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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很凶哦 哇 这里真的很大哦 我 哈哈哈哈 这里 你刚才讲的那些相机呢 呵呵呵 OK 我可以讲真相啊 那相机呢 是我 你 他通常是不可能卖的 然后我另外给你看他鞋子 我是去Street Show 他一定的 以为 有个人那个有偷像就是我买的 你一人那个哪一颗是我的 哇哇 哈哈 十多千的相机呢 哈哈哈哈 哇他演的一路 哈哈哈哈 你懂 担心啊 我只 一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走开 哎哟 生气又气不住这样哦 哎哟 那 其实我要跟你分享就是 我终于从前买了一个相机了啦 你又多了十多千 哈哈哈哈 我的勾力哦 现在十多千 哎哟 你 你去 你给他们抓到我的背景 你 要我去买衣服啊 去 哈哈哈哈 你们啊 每天看好像骗我啊 哈哈哈 他们喜欢看 哈哈哈哈 没有 自己骗上你啊 反正我每天都坐弄你嘛 只是不差这一次 有camber嘛 是不是 等啊 等有一天我一定骗回你了 哦 放话哦 OK 如果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哈哈 每天看完就比较喜欢 记得不要忘记 订阅 按赞还有分享 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我的Instagram 哈哈哈 OK 嘿嘿 拜拜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